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小知识 什么知识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ensorFlow测试你的环境是否支持GPU的运算 我最近不是做了好多小马AI TensorFlow运算的课程吗 对不对 然后有朋友留言说 他说他的机器比较慢 计算起来特别的慢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是这么想 就是说您的计算如果慢的话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 就是慢 为什么 您的测试数据级可能比较大 另外就是说可能您的层数比较深 导致您训练过慢 另外一个就是说 也许您并没有用到您本机的CPU的资源 导致它慢 那么今天我给您做的小知识 就是说看一看您本机安装TensorFlow 是否认到了您本机的GPU 好吧 就这么一个非常小小的知识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TensorFlow下的Config包的使用 具体怎么使用 这有API 我给您访问一下 我是怎么找到它的 对吧 咱们看一下 我把它拷贝一下 这是 这个是TensorFlow的官网 在官网里面 咱们找到它的API手册 这个地方 然后咱们选择2.2最新版本 进来之后 然后咱们找到一个叫做Config包 对吧 在这里面 咱们看这overview 在这overview里面 大家请看 有这么一个函数 叫做列出所有物理的设备 对吧 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函数 咱们试一试 好 咱们试 马上开始 就这么几行代码 前两行是去掉一些TensorFlow 不必要的log 然后咱们input进来 这个地方做一个清评 然后咱们通过一行代码 列出本地的GPU的情况 其实这个地方 咱可以不加参数 列出所有的GPU 包括CPU的情况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试一试 我先在本季 咱们做的测试 一会儿咱们再在 Google Collab上 咱们再去试 我先进入到我的文件夹 然后激活我本地的虚拟环境 这咱都清说熟路 然后咱们编一个 问文件 然后把咱们今天的代码考过去 试一下 首先说 我现在是在虚拟环境当中 我的虚拟环境 只有GPU资源 只有CPU资源 没有GPU 对吧 所以说咱们看到 应该是没有显示出来 任何的物理的设备 对吧 试一下 好 看一下 Python 然后一挥撤 大家请看 GPU列表是零了 对吧 那么比如说 我把咱们改一改 我这个地方不加上参数的话 咱们再试试 清评 Go 大家请看 它列出了我本机CPU资源 对吧 当然是我虚拟机的CPU资源 对吧 OK 咱们同样的代码 我想是这样 咱们用Google 咱们用Google Collabor跑一下 看看情况 好不好 我们试一试 咱们先进入到谷歌云盘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建一个 新的Collabor文件 建完之后 它正在建 咱们不管 建完之后 咱们把这个代码拷备过来 咱们再试试 拷备过来之后 先别动 这个地方 咱们有这么多种类型吗 咱们首先选择 这第一个CPU 没有GPU了 咱们连接运行 看一下 抗测什么结果 正在连接 正在出实话 你看CPU慢吧 这已连接 还能试试 Go 大家请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然后把它屏蔽掉 然后咱们再去掉 这个GPU参数 再看一下 因为咱们现在是在 这个CPU的环境当中 对不对 出来了 这个是Google 他们给人提供的 这个CPU的信息 OK 接下来 咱们再连一下 GPU TPU也没有 咱们是GPU 好 咱们连完之后 正在连接 OK 连接完成之后 咱们再运行 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它把CPU跟GPU资源 都列出来 对吧 大家请看后面 这个咱们是带GPU的 OK 那我把这个 列出所有设备的屏蔽掉 咱们只加上GPU的参数 换号是GPU的过滤器 咱们再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列出了GPU资源 说明 现在这个运行环境 是支持GPU计算的 对吧 好 接下来咱们再试一试 TPU是个什么感觉 它肯定没有GPU 所以正在连接 它肯定这个也是什么设备都显示不出来 好 试一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么咱们再输一个 不带参数了 看看能不能列出TPU来 是这样 谷歌的TPU速度非常快 但是咱们如果想用谷歌TPU运算的话 那咱们需要对TPU进行一些简单的编程才可以 OK 这是今后的后话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小知识 如果哪位朋友说 我本机运行的实在太慢了 那么您就用我的今天的知识点 去测试一下 您本机的Tensive Flow 是否正在使用GPU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会放到GitHub上 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订阅加转发 谢谢您的合作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